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近年来素食成为了不少养生爱好者推崇的饮食理念 他们认为吃太多肉对健康不好 吃素反而比较健康一些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其实吃肉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糟糕 比如说中国有一项研究就发现 如果把那些每个星期严格控制饮食的人 还有每个星期饮食多样化的人拿来一起做比较的话 那些饮食更加多样化的人 可以活到100岁的可能性比较高 而这里说的饮食多样化当然包括吃肉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一篇最新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论文 研究了中国各地超过5000名80岁以上老人的饮食习惯 其中也包括了1500名的百岁老人 参与者的平均年龄是94岁 研究发现每个星期饮食多样化不挑食的人士 他们活到100岁的可能性 比那些每个星期严格控制饮食的人高出23% 专家还发现不吸烟多运动 还有刚刚提到的多样化饮食 就是长寿的三项重要因素 研究结果也显示 每个星期吃满以下这九大类的食物 活到100岁的可能性就会更加高 大家可以听好了 包括古物 蔬菜 水果 大豆和豆制品 鸡蛋 肉类 鱼类 牛奶和乳制品 还有油 那这项研究当中也提醒了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晚年喝酒 居住地 还有身体质量指数 所谓的BMI等等方面 是不会对寿命有什么显著的影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